几个电话看看我们中国的这些观众和听众 对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看的 云南张先生 云南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我看见这个过往事件 我想这是赶猴子上诉 有人搞这种 赶猴子上诉是什么意思 这个文理军估计是有人给他赶到美国大使馆去 是这个意思 就是是个大阴谋 这个就是赶猴子上诉 让他自己暴露自己 好感谢云南的张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 进来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再接一位上海的熊先生 上海熊先生你好 林轩先生好 那个程奎特博士你好 你好你好 向你们致敬 你好 我尝尝我的看法 就是温教堡总理 这个政治性论文 刚才程奎特博士讲 言论就是行动 非常正确 当年孙中山闹革命 他不是自己拿枪的 他也是搞演讲 他就是行动 程奎特博士这个论点非常正确的 另外有的人认为 这个文教堡是引地 这个证据有点是显示偏颇的 应该讲 这么有的人讲 那个温教堡在 这个圣殿之前来年 否定这个六四 他那时候脚跟还没站稳 我们中国每个人都读过一篇文章 叫周祖 周祖就是除害了 为了他当时是周祖是当地的遗害 当地发生了交融 周祖都将来杀到交融 那么其实周祖也死了 大家都高兴 后来周祖听了这个故事 就感到很惭愧 难道温教堡和巴鲁正确吗 温教堡在作为一个政治论文 在中共构极高层出这么论文 很了不起啊 有上层的论文 再加上我们民众的努力 双方一起努力 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是有希望的 好 感谢上海的熊先生 让您讲到这 因为线上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特别多 我们这个时间也比较有限 他好像上海熊先生 对这个中国这个改革 还是感到非常乐观的 不过我想接着就是刚前面一位的这个 赶猴子上述 赶猴子上述的人 他对这个柏王事件这个分析 你是怎么看 这个赶猴子上述这个观点 也有一部分人中间存在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说法呢 就是比较过高的强调了 在政治行动中的大阴谋论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 我相信在北京上层有些人也对薄熙来先生的那个 在重庆做的搞法不同意或者不满意 不满 但是他要是说要通过非常复杂的一套方式 来把一个王立军来赶他到美国领事馆 我觉得这个是恐怕所有的人都预料不到 王立军会跑到美国领事馆去 包括薄熙来本人也没预讯到到 所以调查王立军先生这个事情 恐怕有一点点意思是有 对薄熙来有针对性的 但是说他赶他到一定要把他赶到美国领事馆 这是没有任何人相信的 因为不知道这个人的行为方式怎么样 他那个行为方式非常奇特的 所以说这种阴谋论就是说 把一个非常复杂的连环还起来 其中哪怕错一点点都不可能成功 所以我觉得是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但是有一个倾向要调查薄熙来周围的人 看他有哪些违法的时候 然后把他的政治行为 给某种否定性的评价 这个我相信这个有些人是有这个动机的 但是说是把他赶到了美国领事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想请你谈一下 就是在薄王事件的这个前后 特别是这个事件以后 中国的所谓的这些左派 包括一些自虚为这个左派独立知识分子的 一些人物的一些表现 是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比较好玩的 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知道在中国的最近几年来 出现了一些左派知识分子 当然所谓的学术界的我们不谈了 我们讲的是主要在媒体上 比较活跃的那几位 比如像孔庆东先生 司马兰先生 还有等等吴法天 胡锡进先生等等 这几位在媒体上非常活跃 而且是非常的公开的支持重庆的模式 支持薄熙来先生 非常的用了比较极端的鲜明的语言来支持他们 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注意到的是 他们开始都是非常的有点懵了 没有想到会突然来这么大一个事件 而且整个的政治方向开始潮流 开始转变 所以开始沉默 有些人表示了一种相当的抵抗情绪 例如孔庆东先生在电视的视频上还说 这明明是个反革命政变嘛 这就是说得非常厉害了 但是有些人比较赞扬他这种 他觉得他是个热血者 你还是公开的敢说自己的心里话 但是接着他们后来 当然司马兰先生这些人早就 压力以来早就说我不是反美的啊 我不是什么愤青啊 早就这样宣称了 就是说这个是博王事件发生以后 那么孔庆东最近据说也是 实际上也应该开始转向了 开始说我是支持自由民主法治的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看来是转变还是相当快的 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理念 是不是有这么坚定的信心我表示某种怀疑 甚至就包括像孔庆东先生这样是非常的极端的 非常的包括刚刚发生事件以后 还做出一种抗拒性的行动的 现在也是马上就转态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就是在博王事件之后呢 就是说除了刚才你谈到的这些具体的这些人物啊 这些所谓左派知识分子的这些言行这些表现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他们所就是表达观点的一些平台 比如说一些左派的一些网站 曾一度好像受到这个 打不开 受到这个限制 但是现在可能就有一些又仍然恢复这种情况了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对这个现象我如果是说 我相信可能他们说的他们的抱怨有些是真实的 就是说起码是刚刚发生事件之后的 一两天两三天之内 甚至三四天之内 网站不正常甚至有些网站打不开 吴有之乡啊还有毛泽东旗帜网啊 还有等等 有些左翼的网站打不开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不赞成这样做法的 而且这个做法是非常严重的 会侵害到所有人的利益的 就是说如果是要用一种行政的方式来打压左派的声音 封锁左派的声音 那么这样一种做法 我想对大家都有危险 因为今天封锁了左派 明天他可以封锁右派 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我们还是让左派有他同样的发言权 然后在真正的公开的辩论 为什么过去的发言权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你看薄熙来在重庆搞得轰轰烈烈 公家宝你说你不是引力 你说了这么多政改 你这个推中国多少呢 但是居然但是在薄熙来他在重庆 他可以在一种左的方法搞得这么轰轰烈烈的风声水起的 为什么会这样 这恰恰就是中国现在重大的问题 因为他现在举的意识形态旗帜 还是共产党的旗帜 还是马克思主义列列列 毛泽东思想 这些东西还在 那么文革也没有 就不准大家仔细地谈 要向前看等等等等 所以说他们就 左翼就利用了这种他的经济上的行动 或者说他整个政策的行动 和他的意识形态的标榜之间的分裂 来做这个事情 你反而是 为什么东小平要说不遵论 为什么现在公家宝他们 包括在上面 在前一段时间的舆论上 还被左派站的上风压倒 因为左派他打的是 你共产党主张的那些 所谓意识形态的符号 他显得堂堂有理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 真正地放开了言论 把毛泽东思想 这个罪行 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情况 和他造成的火国殃民的情况 真正地放开了谈 左派不可能占优势的 因为做了这么多坏事 中国人受了这么多苦难 不可能占优势 就是因为你没有放开 这个英文新闻言论 你还是羞羞答答的 那么才能够使左派 能够有力量 像薄熙来这样 可以兴风作浪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前面的条件的话 薄熙来这种兴风作浪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刚才我们谈到了 重新评价六四这个事件 刚才你谈了这一系列话 以后是我想到 就是说你觉得在中国 是不是还应该 有没有必要重新评价 毛泽东这个人 那当然我恰恰要谈到这个 恐怕现在恐怕是个时机了 因为大家知道 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前 所谓党的那个决议上 这个决议上 对毛泽东有限度的批评 但是把主要的责任都弄到 所谓四人帮和李彪的身上 当时他也在内部讲话 他都知道 大家知道这个事没有彻底 不是事实 就是说最主要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但他说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政治情势不能做这个事情 二十年后再说吧 那么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想现在 而且目前博王事件也出来了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 非常好的历史契机 就是重新评价毛泽东 重新对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 来直直细细的研究和揭露 当时出现了哪些问题 出现了哪些灾难 包括文革 包括大饥荒 包括反右 一步步推前去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 使中国能够文文当当的 有基础的 不会倒退的 向前走的一个最主要的基地 如果没有这个基地 不管今天把薄熙来弄下去了 隔不到多久 一年两年以后 会出现新一个张熙来 王熙来 肯定如果毛泽东这个事情 不搞清楚 不把毛泽东时代 真真确切的 把当时的真相搞清楚 那么将来这个反复 左右的反复 永远是会存在的 而且会越来越激荡 就会使得有更多的一些人 是采取的这种投机的这种方式 就是宁左勿右 对的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观众 希望参加讨论 我们再接几个电话 湖南吕先生 湖南吕先生你好 吕先生 您这个线路好像有些问题 我们听不清楚 您在讲什么 吕先生 好 吕先生 你可以过一会儿再打回来 我们接下一位吧 山西的张先生 山西张先生你好 山西张先生还在先生吗 张先生请讲 在在在 请讲张先生 我是山西的 是是 请讲 我对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 还有这个博王的看法 博王代表了中国 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好 山西张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 发表您的观点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后面还有很多观众和听众 希望您下次发言的时候尽快 我们接下一位 广东的陈先生 广东陈先生你好 好 下一位 四川黄先生 四川黄先生你好 黄先生在吗 你好 你好 博王这个事件出现了 请问嘉宾 对周云康有没有政治舞台影响 嗯 好 待会我们请 不许来 待会我们请这个魁德博士来回应一下你提出的问题 我们再接下一位 河北韩先生 河北韩先生你好 河北韩先生还在线上吗 湖北王先生 湖北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嘉宾好 把薄熙来跟温家宝对比来进行讨论 这个题目非常好 嗯 在中国呢 不能进行政治改革的这样一种情况下 从中国的现实来讲 薄熙来先生比温家宝呢 会受到老百姓的更多的欢迎 正因为这样呢 所以温家宝他们感到了威胁 把薄熙来打压下去 体现了他们的一个恐惧 举个现实的例子 就是房价 中国房价猛涨幅非常大 很多的泡沫 是在温家宝的任期内涨起来的 现在又要把它打下去 让买了房的人和没有买房的人 让穷人和富人都不喜欢他 这是温家宝史料未及的 他想在历史上留一个好名声 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首先他是一个共产党的高官 这个党的名声本质上就不好 另一个呢 他经常的口惠实不治 老百姓对他非常的失望 但是总结来讲呢 他虽然讲政治改革是假讲 但是讲政治改革 首先从他的口里讲出来 讲总比不讲好 他的目的是想在他十年任期 做一个交代 对他不良的一个行为 一个责任 做一个不良交代 做一个总结 给老百姓做个交代 很无赖 所以他讲话总是花言巧语 好 古北王先生我打断你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观众和听众 今天让您讲到这儿 我先请奎德博士回应一下 刚才我们这集了几位观众的电话了 他们都谈了他们的看法 你怎么看他们这些观念 有两位都谈到认为博 博王或者是博西来吧 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 有一位谈到了 就问到了 这是两个问题 问到了这个事件 对周永康先生的影响 前段时间有一些传言 是 有各种传言 对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吧 就是说博王是不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就是博西来的整个的重庆的执政 我的看法是从长远来看 它不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在目前当下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情况来看 它迎合了民间 尤其是受到剥夺感很强的弱势群体 它的博西来的有些做法 显得是使他们得利了 但是实际上如果博西来的政策 往前推进下去的话 博西来的政策实际上是推行不下去的 它经济上 因为它实际上还是国际民退的方式 实际上民运企业家 在重庆受到了相当大的剥夺 很多打黑 600多个所谓的黑社会 很大部分都是民运企业家 实际上经济上 它长远来看是会受到萎缩 这个我不多谈 但是它确实 有些连住房的政策等等 可能是对下层人是有利的 所以说博西来的问题 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要分析 但是从长远 我简单说从长远来看 它的政策推行 如果是按照它所标榜的红色的旗号向前推行的话 对重庆是个危险 如果推行了全国 对中国是更大的祸害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目前 我承认它在下层民众中得到了某种拥护 就是因为目前中国的状况不公太严重 它做了一些事情 显得它是好像是支持下层民众的 是所谓民粹主义的代表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中国目前的现实 至于周永康先生的影响 大家知道前一段传言很多 关于因为认为薄熙来的后台就是周永康 我想周永康先生是比较在中共的政治局常委里面 可能是比较坚决支持薄熙来的一位 但是确实从前一段的情况来看 他的权力有所削弱 但是并不能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 目前所有的事情都还在过程之中 我们现在不能下定论 好 我们线上还有很多观众和听众 有一位重庆的王先生 重庆王先生你好 能听到吗 是 非常清楚 请讲 我对薄熙来在重庆的工作 大概说一点看法 可以肯定的说薄熙来在重庆 他的工作是很的人性的 他跟社会的自然 重庆的面貌都有一个值得变法 有一个值得飞要 薄熙来在未来重庆之前 我是亲眼所见的 因为在蔡元霸火车站 像一般是个怎么样的情况 我不妨举个例子来说 在那个时候 像在08、07、06那几年 要是一个女人 耳朵上戴了一个值钱的耳帆 那些弊品流氓 也就是帮人家 扯的鲜血长流 就要更把人家扯去走 我是亲眼所见的 到处都是台上当道 但是薄熙来以来自掠了重庆 确实重庆很好 我们每次在重庆也都说 都亲眼所见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是不得不承认的这个事情 好 感谢重庆的王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 给我们介绍您的感受 我们再接下一位辽宁王先生 辽宁王先生您好 我谈谈这个薄熙来 在辽宁整个银行高利息 高利息 非常诱惑人 完了大伙不管是沈阳市 是辽宁省哪地都往上存 存存存的银行就黄了 人老百姓钱也要不着了 完了有的死 死的死 活的活的 活的也不得好活 这整有个正处事 还有一个乙地神 还有万里大赵林 都是他整的 完了和赵门山是铁哥们 赵门山利用他 又买飞机 又买大炮的 都是老百姓的买大炮 好 感谢辽宁的王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我们再接一位吧 河大博士 湖南的滕先生 等候很长时间了 滕先生你好 海大先生吗 你好 滕先生请讲 我们老百姓 我还不怎么知道 那个博王事件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事件 再一个就是我们感觉到 这个从媒体上说 这个薄熙来在那里 重庆打的还是打得很好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声息还比较 不怎么 声息不差错 好 感谢河南的唐先生 刚才我说接了三位 您看看 有一位正好是有一位重庆的 有一位辽宁这都是薄熙来曾经任职的地方 刚好他们两位观察是不一样的 刚好相反的 重庆的这位对薄熙来是蛮赞扬的 主要是对重庆的打黑是比较赞扬 而辽宁那位对薄熙来 在辽宁的经济上的搞法 使得老百姓在银行是高利贷 后来破产拿不到钱 这个是有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不负责任对于老百姓 就是经济上 这个是他们两位的 这正好说明了薄熙来的现象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要想的是打黑是大家都知道 薄熙来在打黑上是相当得了一部分人心的 但是大家恐怕很多中国老百姓不知道李莊案 李骏案 李骏就是刚刚出来 从薄熙来那边逃出来的一个企业家 本来是医院富翁现在搞得破产了 就是说打黑 我承认可能他打了一些真正的黑社会 危害老百姓的黑社会 确实给地方治安带来了有些比较好的安全感 但是确实他有些打黑是利用了非法的手段 或者说不问司法程序不问司法公正 例如李庄案件 那个事情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李庄案件这个情况 李庄先生就是说他完全是被他们一手的 要把他整黑的 然后要他做假 要叫他另外一位做假证 这个是完全不和司法程序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联系到这样一个评价问题 就是说一个事情它在实质上可能是好事 但是你如果是不用合法的程序来做 这个事情该应该怎么评价 这个我想各位听众自己可以做评价 如果是说一个事情确实打黑打了很多真正的坏人 但是由于他不遵守真正的司法程序 或者中间还有个人的恩怨 个人利益在里面 用了非正当的手要打击了一些人的人权 和打击了一些律师 迫害了一些人 那么这中间是不是还是举开的方式来 还是说你犯了错 还是犯了罪也得认罪 犯了错也得人做错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辽宁那位 因为我们对于辽宁的经济状况不知道 但是他介绍了他的情况 我想也许这个情况还是个事实吧 因为他说很多人都没拿到钱破产了 这个我们就不多评价这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位先生 他在辽宁也不是主要领导人 他也不是主要领导人 好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观众和听众 又有一位重庆的王先生 是刚才那一位还是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重庆王先生你好 你好 您好 您听见我说话吗 听见非常清楚请讲 就是说我对薄熙来这个事情 我发表一下我的观点 我们任何事情都一层于二来看 让他有他的好的一面 我们做事情我们要看好的一面 不要只看一案里面 如果你只看在一案里面 这个社会就不向前发展 那我是这样说 那么美国的社会就愿意都是好的吗 那么用美国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事情 是不是对的 结果我是这样看的 就我在重庆 我的感受我是外地人 但是我在重庆生活 我的感受 我从05年 应该说是从03年吧 开始陆陆续会到重庆来 后来到现在一直在重庆生活 那我感觉重庆了 他的治安的变化 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 到没有从满街打架 到现在的治安 就是说 只要有一点点的事情都有人去管 比如有人喝酒喝醉了 然后就有警察去把这个罪汉拉走 然后去送过去 或者是那个短暂的安置一下 或者怎么样 交通堵塞了 然后就知道神经事的山城 道路非常不好修 那么如果修路的话有堵的话 警察就会去疏通 那么社会这个向前在发展 其实历史的发展 你用今天的眼光去评判今天的事情 不见得是正确的 我们要经过一段历史的沉淀以后 然后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事情 喂 再听 你说完了没有 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再看 用一个正确的方式 你来评价它 才能够什么呢 才能够评价出这个事情的对与错 好 重庆的王先生 对不起我又要打断你了 因为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让你讲到这儿 我们再接一位 吉林李先生 吉林李先生你好 山西河先生 贺先生 嘉宾好 你好 是李先生是吗 是 请讲 对 吉林李先生 对国王的倒台 我看有利于中国的政治改革 但是在十八大之前 我看中国的政治改革 是不可能出现 好 吉林李先生 非常感谢您打电话 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很少了 我们希望多接几个电话 河南的孙先生 河南孙先生你好 这个 喂 先讲孙先生 是 我在 对重庆的薄熙来 主政重庆 反应都是很好的 以前他在辽宁工作的时候 这个关注民生啊 这个口碑也是很好的 我到 我赞成 也支持 国际来书记的 这个 好 感谢河南的孙先生 我们接 最后一位是 吉林的王先生 吉林王先生你好 好的 好的 听讲 好的 我说能听到吗 听到 非常清楚 请讲 抓紧时间 我说的薄先生 薄熙来 在辽宁的工作时间 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 他是非常正式的一个人 但是就是 我记得好像是 温中理 就是他 他上任的好像是朱镕基 就他说的话 就是鞠躬军事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国家领导干部 就是应该像他们那样去做 好 感谢今天的王先生 感谢您打电话进来 打断您 因为我们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让奎德博士来回应一下 你看好像重庆打过来的 重庆这些民众好像对薄熙来都是比较赞扬 正面评价蛮多的 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他确实在打黑 就是说是社会治安有了好转 而且我也同意刚才重庆王先生说的这样话 我们要沉淀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在1949年 毛泽东刚刚执政中国的时候 扫除了很多黑社会的杂志 扫除了妓院等等 全国一致拥护 说治安又好了 不像过去这么乱了 是很好 但是这个权力 如果是说司法没有独立 没有所谓三权分立 没有其他的制衡 这个权力越来越大 他不受限制 就是我一个人正确 我毛泽东一个人正确 我要打什么就可以打什么 开始大家觉得你这个中心 另行禁止 来效很快 效率很高 但是不受限制的权力 一步步发展到反右斗争 打击很多几十万右派 甚至一百万右派 然后到了大饥荒 自己乱搞一气的 有没有人能够制止 然后到了文革 这更不用说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做一段好事 是可以的 可能的 而且是不难的 但是他要不要合乎现代的社会 因为我们现代的 有些社会治理的 所谓的普世价值 那些治理的方式 是非常长的历史阶段 积累下来的 必须这么做 人权才能最少的受到侵犯 才能最好的保护上人权 如果不这么做 看起来你会效率很高的 打击了坏人 但是也可能就侵犯了 下一步就会侵犯 很多很多人的人权 这个就像毛泽东时代的 往后的推演一样 所以薄熙来先生这个现象 在一段时间 他做了一些事情 是对重庆有好处 但是如果他用了 非程序的方法 司法不独立的方法 来做的话 前景是堪忧的 我只是就说这一点 就是说 非常快的说一下 你对习近平怎么看 习近平先生 我想从他这一次 到美国来访问的 基本表现 大概还是可以及格的吧 就是说 基本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 他必须在沿海集省当过了好多年的官员 沿海集省的浙江这些发展也不错 总之来说他在党内的所谓的口碑也比较好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会比较的 比较的靠近目前的这个方向 就是温家宝先生这样的方向在发展 时间的关系 葵德博士我们只能谈到这儿了 我们非常感谢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奎德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你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通过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